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爵和龙坑对面的墙壁也做了调整 提高你从野区进行转现式的安全感 最后是下路 同邦拨出了一条新的抓人路线 这也是为了让地图更加对称 我们还把草丛挪到河道中间 各赛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新的野区路线 有一种新的虚空野怪也来到了峡谷 尤其前期 男爵龙坑中会出现三条虚空巢虫 冲结巢虫时还会出现小虚空蠢虫为其驻战 击杀一条虚空巢虫 记得为全队获得永久增益 在攻击防御它时造成持续伤害 每击杀一条潮虫 增益就会变得更强硬 减三条潮虫军队击杀后 几分钟后还会刷新三条新的 如果你的队我击杀了全部六条潮虫 立刻解锁最高增益 攻击防御它时也可以造成持续伤害 同时召唤你们自己的虚空蠢虫一起攻击 记住 潮虫的加藤是抵增的 而不是击齐全部才发挥效力 哪怕只击杀一条 也能给全队提供小佛加藤 14分钟时剩余的所有潮虫消失 人气明星甲骨先锋加入队局 还带着全新外观 这副样子或许是天生的 或许是受了虚空生物的影响 击杀甲骨先锋后 你可以像之前那样召唤它在线上冲锋 撞击防御它 又或者让你的队友们起上先锋 来一场峡谷飘移 攻击这个大块头的冲锋方向 在这种状态下 先锋撞击防御它可造成额外伤害 你也可以撞击敌防英雄 将它们击飞 撞到地形障碍或防御塔后 骑手会跳下先锋 骑成功能进入冷却时间 可可毁灭号 姐姐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 什么声音 甲骨的虚空暴君那时男爵回归了 比以前更加凶狠残暴 到队局里看看就知道了 男爵会以三种形态之一登场 每种形态的经典效果不变 但与其战斗的方式和龙坑形状会有不同 改变远不止这些 男爵登场后 虚空的气息会散布到整张地图 用黑暗力量俯视迅捷械 印记树怪和雕纹模像 虚空迅捷械块头变大更难击杀 迅捷械被击杀时 会释放类似占卜花朵的爆炸 先行大范围内的所有敌方英雄和守卫 这你肯定没想到吧 同样 虚空红buff和蓝buff 要多花一些力气才能击杀 但作为交换 他们的增益会给到当时存活的所有队友 哈 终于不用再跟队友抢增益了 说起炫布的新增益肯定少不了炼狱峡谷 为了适应新的基础地形 所有版本的元素峡谷都有更新 其中山脉峡谷减少了几处 无法融入新地形的墙壁 不过炼狱峡谷的改动更加彻底 目前游戏画面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所以只能先用文字描述了 炼狱峡谷不再有烈火开辟通道 而是在地图各处散落炼狱鱼镜 捡起鱼镜后可获得小幅移动速度和属性加成 争亡时你收集的鱼镜会有一半弹落到地上 供其他人实践 反正你暂时也用不上对吧 和往年一样 新赛季我们也对装备做了调整 准确来说是很多很多调整 首先神话装备没有了 彻底消失 咻 为了取代这套系统 我们将增加移除并升级大量不同英雄职业的装备 法师 刺客 坦克 软服 战士和射手 在本赛季选择装备时 都会发现很多变化 比如新装备风暴狂容 就很适合想震慑敌人的AP寸可和爆发型法师 此外 我们对辅助任务装备也做了大幅改动 现在辅助在开局时 将获得一件处于最低属性状态的装备 通过这件装备 你在处决任意类型的小兵时 都会获得固定额度的金币 用技能或普攻 命中敌方英雄也可以获得金币 达到中间时还是和以前一样 解锁可补充的守卫 达到最高级后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玩法风格 在几种升级装备中选择一种 当你穿梭在新地服中 用新装备面对新野怪时 也别忘了你的老对头们 光加入了一些英雄任务 某些英雄在同一队局相遇时会触发 击败任务中的敌方阻敌后 你可以获得小小的加成 虽然对游戏影响不大 但当你终于用雷克顿好好教训了内瑟斯之后 领个小奖励的感觉也不错 今年的很多调整都是为了让玩法机制和系统更容易理解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做了许多包括上述调整在内的更新 同时还有一些小改动 比如简化了说明文本的语言 我们只想让大家在峡谷过得更轻松愉快 注意听 当你在不同位置或者做着不同的事 对局中的音乐也可能发生变化 这将来一段大战男爵之歌 现在你对有庆祝 可以用一种更好理解的方式 积拳 好了 这次分享的内容真不少 简而言之 新地形改变了各分路的抓人路线 虚空超重来了 你可以禁止峡谷先锋 大神男爵更吓人了 虚空支离席圈整个峡谷 炼狱峡谷彻底翻新 还有好多好多新装备 有些英雄法王任怨带进了峡谷 而席圈进驻的火花满天飞 都记住了吗 很好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细节 下面链接中的文章会有详细讲解 攻略赶紧做起来 准备好在峡谷迎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